洪水九龍入口的收費亭 由早到晚多次被中火 有人扔汽油彈 接近深夜仍然有大批黑衣人聚集 在橋上捉散陣 吐露港公路亦癱瘓 由星期一夜晚開始來回行車線傳封 示威者繼續戰據中大2號檢 用雜物堵塞吐露港 有駕駛者在科學園路 滯留多個小池 你現在怎樣打算 我都不知道 如果他不讓我們就走路 你爭取什麼我不會太明白 總之他有他的理念 我們的理念 我們是安居樂業的 政府應該跟你溝通 不要影響我們市民 現在也影響我們市民 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批評 連日多條主要幹道被堵塞 港府責無旁貸 不應該只靠警方不斷清除路障 而其他部門就沒有協調 例如運輸署應該在示威者倒路之後 向駕駛人士交代其他可以用的道路 並派人到替代道路維持秩序 確保交通暢順 東莫記者曾祥文報道 指定可以用的道路維持 精密性的道路維持 指定